出席电气展 明明在台上还笑容满面 但一谈到果菜市场改建案 柯文哲马上变脸 不满前一天被绿营议员质疑 吴英宁三月提出比较省钱的方案 是因为党人财路才被市府驳回 有问题可以要拿出来讨论 不是怎么会是 如果他认为是市府的团队的一分子 怎么会是透过议员来问我们 市场改建牵涉到145 我想那个应该在140亿以上 我想人周边家家一定会超过150亿 一个这么庞大的东西 人家规划这么多年 不太可能说 我们整个市府的规划 输给你一个人 整个市府规划的东西 你一个人就可以推翻 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 从懂什么东西到不可取 柯文哲接连两天 对吴英宁开呛毫不客气 北市府和北农之间的僵局 目前看来无解 柯文哲还得担心选举团队内斗问题 会伤士气 日前在选战会议中下令 团队内部不能分了工 却不合作 分工不合作也不是只有政权团队才有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最大特色 就分工不合作 市政府的各局处也是有这个毛病 所以是这样 分工不合作是常有 所以长官一定要自己下来协调 你长官不要摆烂 还是可以解决 不论内讧还是外部争议 柯文哲迅速强势危机处理 眼前唯一标准就是不能伤害选情 三绿新闻 吴神兵 江青 看不到